感谢天师的典传师还有各位前贤早安 实际上如果我们前贤有机会 可以在台上跟其他的前贤们 分享一点点修道的心得 给在座的前贤有一些的鼓励 激发道心的时候 那个都不叫做占时间 因为言之有物啊 可以带给我们有一些意义的一些的帮助 实际上谈得人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那么就跟这个世界上永远说再见 所以就沉入我前两天的时候 一个礼拜之前曾经跟一位道亲友 谈过一个观念 我们面对一个人亲人离开的时候 心里面有诸多的不舍 有很多情绪的一个作用 可是你今天只是面对一个人的离开 当有那么一天轮到我们离开的时候 你就不是舍掉一个人 你是把所有在这人世间的人事物 完完全全要放下 那个时候也由不得你不放 如果今天一个人的离开 会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悲哀 请问有一天我们自己必须要斩断 诸多的情缘的时候 那内心的那一份牵挂 就可能是我们挪不开脚步的一个真正的原因 所以要常常看自己的情绪的起伏 然后告诉自己 这一个当下的情绪 它代表我内在的心性上的修行 它是位在什么样的一个位阶 实际上不瞒各位前显 早上后学在看书的时候六点多 大概到了七点钟 忽然心脏一众脚痛 这是我活了六十二年的岁月 从来不曾遇过的事情 那个脚痛维持了十分钟 我第一个念头问我 它为什么会痛 它痛的原因在哪里 做错事了吗 立刻就进入到一个省思 然后等了十分钟 就让那个疼痛就过去 在那一刻脚痛的时候 我就告诉我自己 人要有以待之啊 我看他人死 我心热如火 不是热他人几时轮到我 有一天轮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能够有那么一个很凯然的气魄 潇洒的跟大家挥挥手说 我没有死掉 我只是回我的家去了 有一天我们真心在修办的人 你要离开这个暂时寄居的天地 你不是死掉 你是抛开了这个束缚 回到你真正该回的那个家去 但是要有那样子的一个信心 要有那样的一个肯定 是来自于我们求道以后 在学道的过程里面 我们日新又新 在半道的当下的时候 我们对于道的热忱 从来没有任何的一个缩减 当修与伴齐头并进 即便没有轮火成亲的一个境界 也可以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 以一个坦然无味的精神 去迎向自己的未来 有了那样的一个精神的时候 请问你又有什么可以恐惧 又有什么可以忧患 又有什么可以让你放不下的东西呢 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想自己在未来的时候 能够如我们自己现在所设定的 一个离开人世间的那样的态度 那现在存活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我们要学习要锻炼的 你要去加强自己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功课 所以人生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可以让我们去挥霍 不要投注太多的时间在无意义的事情上面 我昨天跟道亲们在谈一些修道的心得 我说人在学道的过程里面是把自己不懂的道理弄明白了 弄清楚以后然后在每一个六根触印六成的当下 我不断的看我自己内心的隐为的一个变化 凡所有喜怒哀乐的显现 必然表示外在的某一个情境 曾经牵动我的心 如果发而皆终结 自信在做主 如果有过于不及呢 人心在当家 所以当我们放眼看花花世界 我们有一个警觉之心 立刻收回这个心的时候 那么外在的一切境对我们不构成诱惑 没有诱惑不随境流转 就不造成一个杀伤力 所以你要如此的一个细微的关照 它的前提来自于我对意理我们明白了多少 所以就我们刚刚的总干事所提的一些的 他的心得 后写讲一下我自己的想法 也是因为在上个礼拜 刚好又有一位道青走掉 才43岁 够年轻吧 80多岁我们不要被爱 40多岁面对这样一个短促的生命 你会没有任何的惯惜吗 一定有 所以古时候讲一句话 棺材装死不装老 年纪大的人 你不必慧言死这个字 因为年纪大不表示你走得比别人早 年纪轻的人也不要肆无忌惮地挥霍你自己宝贵的一个生命 因为年纪轻不表示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会等着我们 因为谁知道自己过去生造作的业 让我们这一生的生命 他存在的时间是长或是短 但是不论短或长 只要能够给他丰富内涵的时候 那么短与长又有何法 那么我们进入到中庸 中庸在上一堂课跟前贤门提到 孟夫子讲出了人性本善 这个人性本善就符合天命之位性 老天赋予我们的这一点灵光 他富含了万善美德 来到人世间在逐渐长大的过程里面 我们保有这一点灵光的特质 那我们一切的作为都不会违背我们的良心本性 我们的五常之德会自然而然的 随着我们的行为而展现于外 但是落到后天以后 人之初性相近 但是习相远嘛 刚开始你我都有善良的本性 到后来后天环境的一个熏悉 就造成发展不一样 早上后学的先生送后学过来 他就跟后学提 昨天跟一些大学的教授副校长 在谈一些的所谓的这个工作的内涵 后学的先生讲 跟这些从事教育的人聊天 跟在工厂里面 跟一些工人在对应 那种感觉是截然不同的 学者的人未必代表德性的一个高超 但是长期在教育环境的一个熏燃之下 他的行住坐卧里面就会显得彬彬有礼 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佛堂 因为刚刚进来佛堂的时候 在楼下跟道清寒暄 边走边说到了楼梯口的时候 还要回应两句 我想二楼讲堂的人 应该可以听到我那个很什么 很嘹亮的声音 这就是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所以稍一不留神的时候 既知的毅力就不能够放在自己的生活里面 所以当我那个声音出去 我听到楼上有人讲 那是周讲师的声音 我就知道惨了 为什么 做了负面的视线 这个应该是不用人教的 但是我天天 几乎是天天在读圣贤书啊 跟人家分享圣贤 学到修到的一个心得 但是 一个念头的疏忽 有没有 这个言行就没有中规中矩 所以凡夫起地修行 你要成佛成圣 从贤观到圣域 这一个过程里面 孔夫子讲得好 戒圣恐惧啊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 在孔夫子的戒圣恐惧之下 才能会找回自己良善的本性 这个良善的本性里面的五常之德 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侧隐之心 人之端 人就是一个慈悲啊 佛家语叫做慈悲 然后修恶之心 义之端 义就是合一的事情 我们对于自己所做的行为 能不能够明辨是非善恶 不让自己犯的错而油然不自觉 然后慈让之心 理之端 理就是表示一个尊卑有序的 我们如果一个手里的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做到恐荣让理 见长者我们就起来让座了 这个叫做慈让之心 但是小时候到现在 现在略为会假装要理让别人 还不是很自然而然的行诸以外 还是刻意的造作 透过假装一段时间 然后让他假的变成真的 这个也是一个讯息 那小时候呢 跟人家争好的 好吃的好玩的 这样的一个童年 我想你跟后学都没有少过 然后是非之心 智之端 学这么多的圣贤的义礼 是希望透过圣贤 他们的大智慧 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 不要人云亦云 面对别人所讲的话 是对是错 黑与白之间 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尤其现在的世界 鸡非尘世 道德沦丧 很多人站在自己的角度 肆无忌惮的 说一些违背圣贤义礼的话 如果我们自己本身里面 没有保学这些的道理的话 看到这么多的 不同的一些的说辞 各有其利论 因为里面欠缺 外面就不能明辨 如果只是钱财的损失 那叫小事 如果是在不变是非的情况之下 在六根的放纵之下 我们造作了一些伤害了信德的事情 那影响就很大 因为它会让我们的这一点灵光 在百年之后 因为所犯的罪过错的大小轻重有别 而堕入到地狱里面受苦 或是再展开另外一段凄惨的人生 所以孟夫子讲 仁义礼智 它是我们每一位众生 与生俱来的良善本质 就如同生而俱有四肢 我们可以挥动我们的双手 取我们要的东西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双脚 走向我们想去的那个方向 我们对于手跟脚的支配 如此的游刃有余 那请问 对于我们内在所涵养的 这五常之德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可以 发挥的淋漓尽致 让他在我们生活当中 来丰富我们的生命 所以常讲自暴自弃 真正圣人眼里的自暴自弃 你有那一点良心本性 但是你支支却不能用啊 支支不能用 那支又有何意呢 就如同我们研究道理 空有满腹的一个道学 但是当情境来的时候 完全由尽不由己 那也叫做自暴自弃啊 那就违背了佛规里面所说的 悟气圣性这一条 气就是背离嘛 所以把圣贤书抱在我们的手上捧读 道不如学 言冤言夫子 得一善则全权福音 福而勿施也 那就比较符合圣人的期待 所以如果人人能够扩充这五常之德 我们修身之后 齐家治国平天下 透过自己的敬己之信 能敬人之信 敬物之信 则天下太平 这个叫做宝四海 那如果我们不扩充这五常之德 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修身 身不修则家不齐啊 那家中最简单的三轮关系 两代的父子关系 彼此之间的夫妻配偶关系 还有所谓的平辈的手足关系 我们都做得不够周全 那最严重的是 对于父母 我们的孝道做得就不好 因为没有办法发挥信中的常德 立身行道 扬迷于后世 孝之什么 中叶 那是行大孝 所以不能扩充四端 你就不能行大孝 不能扩充四端 你有可能做了很多的事情 会伤害到这个身体 腹肌母血合合之体 父母生育养育教育的辛苦 难道只是让我们去尽情的放纵自己的私欲 而完全不顾及 这个身体所带来的责任是什么吗 生于载道吗 利用这个肉体存在的时候 那让那一点灵光发号私利 在现实生活里面锻炼出一个什么 一个好的品格 那如果我们不能扩充四端 我们到社会上去工作 你对上位者也没有尊卑有理了 所以一个人如果做人做不好 身不修家不齐国不治天不平 枉为人也 所以孟夫子讲 舍此四端非人也 所以你我都要感谢上天降道 上天有降道 有上三师诸天仙佛的产道 有下三师的引道成全 我们今天才能够学会 做一个真正 补养之间无愧于天地的人 所以没有学到之前 做人是有所亏欠的 在研究儒家的经典 我们最容易察觉 孝替这这么简单的字 我们都未必做的什么 做的圆满跟周全 所以孟夫子讲那一句话 我们再来回来看 在道场我们刚学到的时候 不是引用到这么一句话吗 所谓的十六字心法里面 我取前面这八个字 无人之信 唯金唯一 唯金唯一 允直觉中听过了吧 什么是唯金 是讲上天赋予我们的 那个灵明的本性 他是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染污的 经者没有杂质也 这段话你们书上没有 这是我今天早上 才补充进去的 经者就是真果反讲的 制成没有一丝一毫的一个妄念 我今天在跟我们的道庆 在聊的时候 他说我们学到 就是要找回我们灵明的本性 我说好 请问你本性是什么 本性就是我们的良心 那良心又是什么 良心就是那一点灵光 那一点灵光又代表什么 各位前写 如果今天这一连串的问题 我问到你的身上 你给我的答案又是什么 有很多的话 我们耳熟能详 我们朗朗上口 但是我们只是附送而已 却没有真正的把这些意理 做一个融合 当我们只知道良知 本性灵光 却不知道这些的名称之后 所隐藏的实际的含义是什么 我们在修的过程 你就有可能 六根往外放 而犹然不自觉 既然谈经 没有任何的染污 没有杂质 谈经不是讲嘛 一念不生嘛 你没有妄念啊 你没有妄念 你就不会有妄形 因为有念头 才会带动我们的行为 所以妄念是为一己之私而起 以这样的为了一己之私 所带动的行为 所谋的也是个人的利益啊 那各位前贤 我们有没有妄念 你不可能没有 你有妄念的时候 心就不清静 所以不论你称他良知 灵性 灵光 佛性真如 你用什么样的名称 从他都无所谓 他代表的含义就是 里面有够干净 你要有够干净 就要扫尘除够 所以我六根对应外的时候 每一个时刻 后学上一堂课有提嘛 何谓触目惊心 我们看到一个人 一件事 一个物 都会带动我们的情绪 看到人迎面而来 心里面就开始默默的什么 评比了 这个人长得美或者丑 穿的有没有奇不奇怪 那个都叫做触目惊心 眼放出去了 自信 揽尽为尘了 揽尘为尽了 你揽尘为尽 才会用自己的主观角度 去衡量对方如何如何 所以我们觉得外面的环境很吵杂 我们师尊老大人讲 最吵的不是外面 是你那颗心啊 你在不断回光返照的时候 才发觉 里面是片刻不停息的 念念相续不断 念念相续 却喊得有一个是正念 正念一定是在 无我的情况之下 才会流露于外的 即便我们没有 往外面接触 外面的沉浸 在家里面 我就问道亲 今天你生的少 只有一个 你也会起这个情绪 你生的多呢 情绪变化更多 你为什么爱你的孩子 哎呀因为母爱 哇一听到母爱 我都肃然起敬 为什么 太伟大了 人世间最伟大的就是母爱 可是那种母爱 母爱的存在 建立在全然无我的情况之下 才叫做伟大 那请问你 你的爱发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我 绝对有 如果没有那个 我念的存在 这一路上 你对于孩子的爱 不会有任何的 一个变化的 讲这个话 坤道就不高兴了 哎呀我们最引以为傲的 一个感情 你都把我们讲的 一文不值 我讲这个 是要告诉各位前嫌 什么叫做 醒场 到了今天 我们三教经典 不断的在累积 我们的一个什么 一个倒血 你在回光反照 只是反照今天这个话讲的对不对 这个事情做的对不对 您不觉得太出线条了吗 太出了 说错 说错做错 还要晚上回去整理 才发觉有对有错 太慢了 因为言行是行诸于外的 带动言行的是你的念 所以修道修心 修心修念 不在一切静里面去锻炼自己的心 你修的是表象的功夫 你修的是表象的功夫 七真十段看过没有 汉中尼教那些的后几之秀怎么修 不要修一个千功和岸 不要修这个不要修那个 那个都是表象 好好修你的心吧 我们的心如果修好了 五常之德 一时顿线 因为心修好了 心无我 无我不为一己之私牟利 请问你怎么会说错 怎么会做错 所以正本七人之道 再修一个念 我们以为在家中太平无事 因为我们发号司令 对不对 太上女皇一站上台讲的话 每一个人都要俯首称臣 女权当家嘛 那你修道就要有个 截然不同的一个思维的角度 我问了大概有七八位 十位 他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对于孩子的那种爱 从头到尾没有变化的 我举个例子 你为什么在不同的孩子里面 情绪会有变化 孩子一做比较 就会有比较乖 比较不乖的 有的表现气我们意的 符合我们标准的 你爱的就比较多了 然后那一个如果表现不太好的呢 心情好爱得出来 心情不好 看到就讨厌 你们在座有为人母的 你想想看 你这一路抚养孩子 你对他的爱都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吗 你难道那个爱没有随着你的情绪而有变化吗 那个情绪从哪里来 从这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 他的表现如不如你我的意而来 对不对 有没有够自私啊 这就是自私啊 你也不要气馁 那这样子学完道以后 我连唯一自傲的感情都不见了 不是不见了 而能够用一个更高的什么 火候去锻炼他 去要求他 有这样的一个火候 会让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任何繁杂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因为你对劲不升心 你的智慧就会显现于外 孩子不乖的时候 你粗言粗语 容色不好 会带来正面的回应吗 不会 火上加油 所以您才了解 原来修道可以让我的家庭更为和谐 和谐的原因在于 我让我自己提升了 我们对手足 如果对儿女都如此 你对其他的人感情都不够干净 你为什么爱你先生 开玩笑 我先生一年365天坐牛坐马 时间一到薪水双手奉献 叫他往东他不往西 叫他往南他绝对不犹豫不敢往北 这样的先生你会不疼吗 请了一个用人又不要支付薪水 他还要倒贴给你 你爱我也爱 老婆也是如此啊 是哪一天如果先生 的表现不是这样子呢 你还爱吗 如果都会爱 离婚率怎么会一直在暴身呢 患难见真情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在关照我们自己的时候 不应该再用那么一个粗的标准衡量自己 而是在很隐为的六根对应六成 不论那个成绩放在于天下 你可以透过电视看到天下的什么 一些新闻讯息 你可以透过电视得知国内的消息 然后进处你的生活 你的家庭 你的职场 你的道场 当我们的眼耳鼻舌往外去放的时候 有没有一瞬间的自信 离开了这个肉体 用人心当家 人心一当家就落入分别对待 一落入分别对待 他就做不到下面这个一了 有外境的染污 他就不能一 一代表一个绝对呀 二以后就是相对了嘛 这什么叫做一 不与万物为吕 超然于物外 我们都与万物为吕 才色明时税 你说那圣人难道就没有这些吗 有 但是不义之财 与我如浮云 没有妄念 一单食一瓢饮 回也不改其乐 安平乐道 圣人也有吃喝拉撒睡 但是他的日常的行为的举止 是用那么一个淡然的心态 行诸于万 你我不一样 吃到好吃的有没有 多吃一些 碰到不好吃的有没有 有够倒霉 我今天来餐班 连中午这一餐都不能够满足我的心意 这些都是你心念的变化 你要让心性不断的再提升 各位前嫌 这个就是戒胜恐惧之由来 为什么 因为在静动之间都离不开要休止 所以不要认为我讲话举例不太好听 我只是希望抛砖引运 给大家更一个深入的思考的方向 因为这就是我最近 应该不是最近 从去年就发现了这样的一个心态 把我们最引以为傲的那种成就 我最后都把它重新整理 我也很引以为傲我教养子女啊 摆到台面上 谁敢说我的教养是不成功的 学历有学历 品德有品德 你看的是表象 看的是织末 在所有的教养过程里面 在所有在面对他的对应之间 那颗心有没有平静 不平静就是我的观念进来 不平静你就不能够去聆听 聆听对方的一个心声 所以我们觉得是 外面的静干扰我们 浑然不自觉是自己的心有妙 把那一滩的水给他搅混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每一个地方里面 把自己扫得干干净净 这个就是孟夫子所讲的 顺此今一之性 以之势君则中 八得你就自然而然行诸于外 势心则孝 处夫妇则和交朋友则性 所以先把自己的内在扫成除够 你这个该做的五轮之道 才能够很自然的行诸于外 这是中庸所讲的率性之味道 这是唯今唯一 后面的那四个字 允值绝中 允值绝中就是 守信不疑 此守善道 我复信之后 找回了我的原名本性 然后我能够把这个信 报到奉行 再也不让它流失出去了 这个是我们要从凡夫进入到贤观 迈入到圣域里面 要逐步去锻炼出来的一个火候 所以你从这一段来看的时候 各位前嫌 我们的孝地中性做得不够圆满 那这一段话出来 就是我们在王凤言行录所讲的 我们在行道的时候 尽道而不要道 因为里面无我 因为无我 所以一切淡尽自己的责任 能够做到肃其位而行 那是真正的责任负起 那你这一条火柜圆满无缺了 所以各位前嫌 您认为很容易吗 哎呀我省私我自己 15条火柜今天都没有犯到 责任负起的含义还有这一条啊 所以义里有粗细为玄妙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要逐步的博学审问跟圣思 于是我们在考核自己的角度上面 你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什么 一个过滤 于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那个六根就渐渐的不往外放 而那一颗心 你就能够收放自如 你的喜怒哀乐不为外境所牵纳 做一个自己真正的主人 所以性被染 物染则不尽 我们刚刚讲过吗 所以六根放珠于外 触目惊心 那一切的作为不能率性之味道 道心不起 人心就开始作用了 心的表现就是两个不同的思维角度 一个道心一个人心 道心是公心 道心是无我 道心有万善美德啊 心诸于外绝对不会有任何的偏差 道心如果隐了呢 佛心不见了 魔心人心就起来了 人心叫做情啊 感情在做碎嘛 就是我刚刚讲的 孩子乖我很高兴 孩子不乖我的情绪就没有那么高兴 先生的钱交回来听我的话 我很高兴 先生今天如果没有过多的物质跟我享受的时候 我对他的感情就越来越淡薄 为什么在评比之下我会想到我嫁给他干嘛要这么累啊 我碰到一个 一个道群 是道场的人 他的先生快七十了 他进屋容不得他先生一天休息 他希望他先生因为是做 做所谓的水泥工的有座有钱 他容不得他休息 发薪水的时间到的时候 他立刻打电话跟人家雇主要钱 所以我面对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事项 我心里很感慨 我们每其名叫修道 但是在三轮关系的建筑之下 也只有利而没有利啊 这是真实的事情 我常常很感慨 这修了三十年 到底修到哪里去呢 但是前车之间呢 别人就是我们自我反省的一面镜子 你在感慨别人的时候 要回过头来提醒自己 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卑鄙的信念而不自觉呢 所以不用道心 用人心 他就顺情而不是率性 顺情 情则有私 相对而立 你对我好 我就对你好 你不忍我就不义 听过这句话没有 那个叫做情 那释迦摩尼佛 阿瑟师王屡次要跟提伯达多杀他 宁静 人心 那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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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们的 一定要顺着孔夫子所说的戒圣恐惧啊 他就进入到了这一段中优的经文 这个叫做启程转折 所以在事故君子戒圣乎其所不睹 恐惧乎其所不闻 这一段的经文 他是落在内圣的功夫之上 他强调的是你修到该有的方法 你我落入后天有了这么多的污染 你要明本要付出 你就一定要借由这样的一个戒圣恐惧 才能够让里面被砸染的东西 逐步逐步的扫除殆尽 所以这一段话是重复 刚刚后学已经跟各位前贤讲在前面的话 戒圣什么 戒于情之所知 甚于欲之所起 一个情境来的时候 我动了人心了 动了情了 我被那个静给牵引了 就是这一句话 所以刚刚讲的 两代之间的对应 夫妻的对应 手足朋友 你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 有那么多的情绪的变化 要去细思啊 你在这样的不断情欲打扫之下 里面会越来越干净 当它够干净 它就够平静 当它够平静的时候 做命通 他心通 自然而然 随着你的修为高低 它就显现于外 那恐惧什么 恐于物之所用 具于行之所一样 跟上面一句话 其实如出一辙 只是包装不同 当外面有一样东西过来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情境 一个境界来的时候 我有没有被这个境所引诱 引诱之后 我一个不留神 这个行就是我的身体 我的身体就由不得我做主了 不该说的说了 不该做的做了 事后再懊恼不停的话 那还不做 就怕你做完了 说完了 浑然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对的 还是错的 那就凄惨了 所以真正的学到 为什么要用戒胜恐惧 因为人的生活当中 不离开静语动 你没有任何肢体作用的时候 叫做静 睡觉也叫做静 那你静不忘道 动就不被盗 所以这个叫做静修己 动才能度人 我们一直要去度别人 你度不了自己 你就度不了别人 你只是把别人带进来 却没有能力影响对方 成全对方 这就是为什么一路走过来 求道的人多如牛毛 但是真正留在道场的人 却又少之又少 不成比例 各位浅显 当初我们的义理 明白的不够 没有办法透过 我们自己的肢体行为 让人家去感受到 道的一个尊贵 没有办法透过 我们的一个气质的改造 而能够改变我们的命运 让别人觉悟到 道的一个什么 一个好啊 所以他就过门入伍了以后 出了门 他就再也不回头 我们细思过去 一路走过来 我们度的人 不是有一些人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不能够把他 带领回佛堂吗 所以进度己动度人 动度人我们有 但是度己没有 因为度己就是 你在动的时候 都能够细微的观照出 自己心的一个变化 所以不读不闻 什么意思 精一之戏 这个大道离开 色身相畏处法 不是六根可以见闻觉知的 所以这边谈的就是 每一个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有形有相 可读可闻的六成记里面 还有那么一个 你看不到听不到 但是却确实存在的东西在那里 你要让那个东西 做那个可读可闻的主人 你不要让那个六成记 回过头来盖住了 我们那个不读不闻的真信 时时刻刻如此的戒胜恐惧 你还怕过去六万多年的污染 你不能扫除殆尽吗 就怕我们这颗心 就像树叶一样 西边扫完 东边去扫 扫东边西边又落 来来回回不停 好不容易扫掉一个 前程往事的妄念 马上对境又起了一个新的妄念 所以修了半世纪 不觉得道德尊贵在哪里 因为浑然没有解脱自在的那种感觉 所以莫现乎隐莫显乎为 这个隐跟为谈的也是自信 其实这个地方就有讲到的一个技巧 不要说讲到人跟人之间谈话 相同的字句 不要一再的在一句话里面出现 那会让别人觉得你在原地打转 前面用不赌 看不到 为什么看不到 因为他太隐为了无形吗 这个隐跟为就是谈什么 无形可见啊 无声不可闻嘛 你去看《道德经》 有没有这一段经文 六成经来的时候 我们面对那个 我们看得到 听得到 触摸得到的一些的情境的变化 你有没有看到 你心里面的那个隐为之处啊 那个看不到的自信 他的心性的染污的程度 就在于可读可闻的进来的时候 他对境所起的念 透过那个念带动他的行为 是往好的还是往不好的去运作 所以这个就是中庸后面讲的 成于中心以外 里面的修养有多少 外面的表征就欺骗不了别人 所以君子顺其毒也 所以要小心啊 这个毒又是什么呢 这个毒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嘛 为经为医 既然称为医的时候 他就是毒了 独一无二的 傲然立于天地之间啊 更古而不改 先天地而生啊 不生不灭 就是这个毒啊 为经为医的那个为医啊 不与万物为旅啊 所以这次告诉我们 顺其毒 小心啊 不要境界风一吹动 就随境流转 谈经里面不是也讲那句话吗 好好的听经文法 专心听课嘛 哎呀 两个人在那边谈 风动还是烦动 在台上最容易对台下的表情 一目了然 外面有一个声响 马上回头看 声响干你何事啊 心动了 一心动叫做揽成为心啊 你的心本来是干净的 可是当你把外面的声响 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什么 那个想法就出来 那个想法一出来 看一看 是什么声音 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 干亲抵视 会觉得早上坐车过来 一面过来一个人 一看到那个人走路的样子 我马上有一个想法就要出来 那个想法要出来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四正情 为生恶令不生啊 那个想法出来就是要评比人家走路的样子 怎么这么奇怪啊 你看我们一天当中 哪里的心不是在乱动 人家怎么走 人家怎么走 干我们何事啊 我们就一定要看一眼 要留下两句话 好像才表示 我跟他已经擦肩而过 那一个想法只要一起来 其实在随机扭转 不堕于声色 就是不要被有形有相的东西 前面讲嘛 胜于物之所幼嘛 对不对 你的行才不会变迁啊 所以这一段都是讲修养的功夫啊 所以古德讲嘛 心意松散 万事不可收拾 顺着那一个恶念 一直往下 你就没有办法把自己给拉回来 注意到我们情绪起伏的时候 我们要跟先生夫妻在争吵 我比较容易讲 太太跟先生争吵 因为我是昆道 而且我所见的 真的是 女人不好的 这样的比率比较大 比较会无理取闹 钱到在这个区块有没有 他真的比我们多修五百年啊 那如果您的配偶 没有像我讲的这样子 你也不要愤愤不平 下课以后 把你的不平的情绪给他放掉 你跟他会相聚 也是什么 也是有前因的 那我们昆道的时候 你看有时候夫妻吵架 教育子女 只是想要去指正一件事情 可是对方如果没有 当下照单全收 有所辩驳的时候 我们就一股脑的前程往事 全部都出来了 昆道有这个特色 前道就比较容易 过去现在分得清楚 我们常常过去现在未来 三度空间一次打破 所以一句话出来 有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 弄着你跟你先生吵架 先生不知道你到底吵过去 吵现在还是吵未来 那小孩子想你到底在骂谁 你骂哥哥还是骂我 因为你骂明明是哥哥的错 怎么骂到后面是我 然后那个哥哥也觉得很奇怪 刚刚在骂我 怎么现在好像弟弟也被骂 那好像我也没错 你看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是不是 偶尔也会犯这样的一个情绪作用 这叫做心松散 没有戒慎恐惧 念头起来没有邪爱乐 所以心意疏忽 万事不可入目 因为我们要恐于物之所用 距于行之所移 前面是物之所用心松散 后面谈的是行啊 被这个境迁了 做出了一件事情 不可入目 倒未必是一定什么样的难堪的事情 背离的信德 就不可入目了 那背离信德 有大有小 有粗有细啊 就看前嫌门 你对自己的修德 这个德字 你定位在几分啊 考完试不是 大家都教出不同的程式 这个所谓的成绩单吗 我对文科的东西 我的要求很高的 我自己的记忆力比较好 所以啊 考那些的啊 所谓的历史啊 地理啊 果文啊 三民主义 我几乎是优等的那一个区块 那个考到九十九十五以下 我都觉得我很糟糕的 可是我对我的数学 我觉得如果有个位数字 我就已经叹为天人 觉得自己大有进步 因为吃鸭蛋的机会多啊 所以每一个人各有所长 各有所短 补不足 去其多余的 所以一念疏乎凑起头 一个念头 一念决裂凑到底 决裂就是 那个起善念 你没有贯彻始终 那个起恶念 你没有什么 把它中途拦截掉 为生而令不生你没有做到 那以生而令除也没有做到 就顺着那个念头到底有没有 事情就不可收回 所以我们一直往外面拜神 希望得到神的庇佑 从小的土地公 到我们弃天的玉皇大帝 你天天拜天天拜 你却浑然不自觉 这些神从来没有离开你那颗心 观圣地君是现在执掌 刀立天的天主 我们称之为玉皇大帝 佛教里面称为士体环宁 在他有一本经叫做 观圣地君 绝世真经里面 他说 人心即神 所以神即心 无愧心无愧神 若是七心便是七神 大家都在拜 神明如果一视同仁 就没有是非好坏 善恶之别了 那就天下大乱了 那为什么人心即神 因为你跟我的这点灵光 跟诸神的灵光 来处都是天啊 来处是一嘛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诸天神圣 没有不清楚的 所以与其在表象上面 毕恭毕敬地献上一个共果 有没有想到 常常让自己的这个自信佛堂 不要颠倒错乱 你的起心动念都合于天理 那才是上天最疼爱的元胎佛子 那外面有没有时间 有没有那个体力 有没有那个金钱 去准备一份所谓的丰盛的贡品 他就不在诸天神圣的计较当中了 所以陶云松他是道家的一个修炼的人 修为的功夫很高 那有一个大官有一天来问他 知道他的修为高 要问问他 耳后我的官运如何 还有没有大的发展 就像我们去外面算命补挂嘛 结果这个陶云松看到这个大官以后 一话不说就往内室去走 这个大官就无趣而返了 就回去了 回去以后呢 这个陶云松旁边的人 就在问这个什么 问这个陶云松 刚刚人家在问你他的官运如何 你为什么都不开口讲话 你随便说两句也好 这个陶云松讲 他说这个做官的人 不用多久一定死掉 他还要问我官运如何 不用谈后面了 是不是 他的寿命已经受限在前了 那他朋友就不理解 就问他什么原因 这一点就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走到外面 光天花日之下 来来往往的神奇 你看不到他 他看得到你 我们是善是恶 就是这个原神会展现于外 就是我们常讲嘛 你修的光芒 是万丈 青红赤白黑你是哪一种 白光黄光还是黑光还是灰光 他凡人忧毒七心 忧毒就是一般的人 在平常的时候 他胡思乱想 做了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他以为别人都不知道 但是殊不知人心 他所想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早就已经上达于天体 像这样暗示七心的人 以为做的神不知鬼不觉 比那个常常在大庭广众里面 大发雷情 做错事的人 那个罪要来得中 为什么 因为你明知自己有过 你怕别人去知道 是自己犯的错 你已经知道哦 如果不知道 你就会很自然的显现于外嘛 你知道错 你还去犯错 又不想让人家是知道 是自己做的错事 所以才要刻意的隐瞒 这个叫做忧毒七心 那比那些有些人 因为一时的情绪的变化 忍不住破口大骂 做错事情 所谓的无心之过 不是故意的 是过失的 那那个罪有没有 前者忧毒七心 要来得严重 所以人能够不欺忧影 完全其神 择神之高大 只与周天三百度相符 这是因为道家的修炼者 他讲的话 就是道家的用语 道家讲 我们那一点灵光 就是原神 那如果以佛门来讲 我们不是读到吗 欲界六天 色界十八天 无色界 所谓的四天 然后四圣法界 当然回天 不是带着色身肉体回去 是那一点灵光 去掉这个肉壳之后 它显现于外 修行的好与坏 那一刻就再也不能隐吧 因为修的好的人 没有看过吗 木近年到南方不动 佛国听经文法 站在南方不动佛国的 那个菩萨的脚趾头上面 人家说是一个人头虫 修为好跟修为不好 圣贤先佛一望即知啊 所以那道家是说 那个人生有没有 人所有 人一个小周天 外面一个大周天 小周天跟大周天 何而为一啊 你要让自己的原神 无所亏欠的时候 那你在幽影当中 你不要去犯任何欺心的小过 这个欺心就是 欺己跟欺人啊 欺己就是什么 自己不老实啊 常讲 推功揽过 我反其道而行 推过懒弓 这个叫做什么 欺己啊 欺人 仗势欺人 叫做欺人 私底下 损人也叫做欺人 如果做了这些事情 原神便缩一分 你天天做 做个没完没了 各位前嫌 丢到后面就没了吗 所以我们常讲 哎呀我年轻的时候 特学年轻的时候 身高167公分 现在侧有167吗 我侧过了 顺165了 两公分跑到哪里去了 你要说 哎呀你的脊椎啊 那个阿蘇比不见了 我们只注意到 我哪越来越矮了 这矮了都没要紧 那矮了的时候 也有一个好处 因为你穿衣 不用比较大 size比较小的时候 比较短 对不 你只在意外在身体的 有没有想过 那点灵光 你不要让它萎缩到后面 看不见啊 所以圣贤先活 戒圣恐惧的在修为 所以原神不愧 所以一个一个回去 有没有 脏巴的原神 所以有一天 你我会在兜率 活天 天活跃的外门口 会不起而遇 谁先到 谁后到 不重要 问题那个时候 修得好修不好 就一目了然了 所以好好在有生之年 一口气上载的时候 护持这颗心吧 用孔夫子教的 戒胜恐惧之心啊 去护持它 勿让一念 落于世俗 落于人情 这是这堂课 跟前贤分享的心得 感谢天使得 谢谢各位前贤